玄国大晟归来 举国欢庆 可我的父兄却战死沙场 我尚未能为他们哭泣两声 皇帝便出现在我的宫门 他站在距离我三丈外 道 皇后三日后的大选 莫要失了端庄 这是让我得知 父兄战死的消息不满七日 便要荣孝端庄地去为他选妾 臣妾不去 我说臣妾病了 体力不支 让蒋贵妃带臣妾去辨事 反正这些年来 我这个皇后早已名存实亡 你是皇后 她是贵妃 大选之日 你不去她去 成何体统 她微怒的声音传来 她愤声道 只要你还坐在皇后的宝座上 这些事情 你就必须去做 看着她的背影 我却笑了 那个曾经在结实夜色中 提着兔子灯 扶住我的手 对我说弱弱 嫁给我的少年 如今却嫌恶地 连看都不肯看我一眼 西人犹在 可她却早已不是我的悬意 我微微垂下眼 淡淡道 原来皇上还记得 臣妾是皇后 她身形一致 没有说任何话 纷纷扶袖而去 没过半课 她身边的太监 匆匆而来 读了一份旨意 大约是我行为不端 禁足三日 我听到时只想笑 我行为不端 太监带来的 还有另外一道消息 蒋贵妃怀孕已有三月 如今皇上正为她举功庆贺 孩子 我也曾有过一个孩子 可是未满三月 那孩子变没了 追心之痛袭来 我吐了血 娘娘身边的浮云 立即扶住我 一脸焦急 我摆摆手表示无碍 只擦掉眼角的泪 平退左右 走到内室 从庄河底下 拿出一份方子 与一个瓷瓶 这是一剂假死药 是当初哥哥进宫看我时 递给我的东西 当初哥哥说 若儿 我瞧着你这日子过得苦闷 可你已入宫门 为兄无法名正言顺 把你带出来 这是一剂假死药 若有那么一日 你服了这药 哥哥来接你 服用此药后 会在三日内 逐渐显现出病重模样 并于第三日气息全无 呈现假死之态 这状态持续三日 在这三日内 你可感知周遭发生的事情 但无法动弹 直到服下解药 你才会慢慢醒来 一滴泪落在瓷瓶上 这药还在 可当初说 要来接我的哥哥 却已随爹爹 一同战死沙场 还有娘 娘亲在得知 爹爹与哥哥战死的消息后 便病重 早些时候 也随着他们去了 那是说 要疼我一辈子的 爹娘和哥哥 泪水不断落在瓷瓶上 爹 娘 哥哥 我想你们了 我吞下了那枚假死药 把方子的内容 记在心里 将之点燃 又一把摔碎了 那枚瓷瓶 哐的一声 浮云匆匆进来 她来到我身边 为我捡起地上的瓷片 可当看清 这是什么瓷片时 她脱口而出 娘娘 浮云是我带进宫的丫头 在我身边极为得力 是我最信任的人 这一剂假死药 需要有人 在我死后三日 给我服下解药 所以 她一直是知晓的 我点点头 浮云 之后 便要你帮我了 我说 浮云的眼眶微红 用力点头 她握住我的手 浮云一定带小姐回家 我想说些什么 可一张口 一口血挖地一下 吐在了她的手上 磕磕磕 我的喉中血腥味翻涌不止 腹部灼痛得厉害 娘娘 浮云的担心 焦急不是假的 奴婢这就去叫太医 我点点头 她快速奔去 我躺在踏上 疼得冷汗滴滴而下 似乎记得 当初孩子没了时 也是这样痛过的 那是我和玄义的孩子 也是她的第一个孩子 那时她还只是王爷 我是她的正妻 她在得知 我有孩子后 欣喜不已 我也是 我们一起细心呵护她 玄义还为孩子起了名 她说若是男孩 便立为柿子 等她百年后 继承她的位置 若是女孩 她便会用此生所有去疼她 可是孩子还是没有了 我还记得 那夜下了很大的一场雨 我哭得撕心裂肺 要仗毙那时的测试 讲婴儿 却被她拦下 慕容若 你要闹到什么时候 皇后宫中 我抬眼看站在眼前的男子 看她对我怒斥的嫌恶模样 和多年前她维护 讲婴儿时 一模一样 皇上 臣妾没有闹 我淡淡道 臣妾病了 你以为朕 看不出你装病 她瞥了我一眼 冷声嘲讽 我笑 啊 被皇上看出来了 我故意敷眼笑道 怎么办 皇上要不要顺着臣妾演一演 请个太医给臣妾看看什么的 滚 她怒斥 看着我的眼里极尽鄙夷 别以为朕不知道你在耍什么手段 三日后 除非你死了 否则就得给朕坐在大选殿上 看着她笃定的模样 我却忽然笑了 好 我答应她 三日后 我会死在大选前 如此 也就不用上殿了 她一下子噎住了 似乎没有想到 我会如此干脆地答应她 双唇捏如了好一会儿 终究只扔下一句狠话 你最好记住你说的话 说完便拂袖而去 在出门的时候 还似乎遇到了 带着太医回来的浮云 于是我听到她的怒吼声 不许太医给她医治 一阵兵荒马乱 之后便是宫门啰嗦的声音 然后是浮云红浊眼来到我身旁 擦着眼泪说 皇上当真是薄情 我笑笑 可不是吗 当初是她先说的心悦我 要娶我为妻 待我入门后没多久 又那了蒋婴儿 那时她说 蒋婴儿背后是文臣势力 她需要他们的扶持 她说蒋婴儿只是妾 我才是妻 我当初正是信了她的鬼话 如今想想 她想要我 也不过是看中我父兄罢了 如今我父兄没了 我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磕磕 我又咳出一口血来 小姐 浮云赶紧来帮我擦 这样不行啊 小姐你也知道 这药 我当然知道 当初哥哥和我说过 这药之所以能瞒天过海 便是在真正地摧毁我的身体 如此才能以假乱真 当初哥哥说 玄医就算是为了脸面 也会让太医为我医治 如此 成三日 之后等偷偷把我换出宫 也还得调理医治许久 才能恢复 若是不小心 甚至真的会死 只是没想过 如今的玄医 竟然真连太医都不让我看 罢了罢了 痛就痛吧 比起这些年的煎熬 这一切 不值一提 这一日 我便是在腹痛与吐血中度过的 第二日 蒋婴儿极其附庸 来我宫中药物扬威了一通 而我根本坐不起来 身上骨头似乎根根进断 疼得死去活来 只能静静靠在床榻上 看他们各色表演 第三日 我气息奄奄 浮云给我端了茶 我连茶盏都拿不起 砰的一声 茶盏摔碎在地 小姐 浮云给我收拾着东西 不断抹眼泪 我笑笑 安慰她 哭什么 不过几日 我便解脱了 是要笑呢 可是浮云眼里 却依旧是担心与不安 我明白她的不安 虽然哥哥曾经安排了人 这两日 浮云也去联络了那些人 可今时不同往日 一切都能顺遂吗 若是不能 我便会真正死在关中 她在担心我 可是她不知道的是 我早就不想活了 第三日夜里的时候 悬疑鬼使神差地来了我宫里 我猜 她或许是为了稳住我 让我明日不要胡闹 乖乖跟她上殿 只是我已经没有任何力气伺候她 于是只任由她在我身上胡来 好在这样虽然会摧毁我的身体 却不会折损我的容颜 白日浮云彩和我说过 说我只是看上去苍白一些 不见病态 我觉得这样也好 死状也能好看一些 正失神想着 忽然 若若 身上的人 久违地叫出了我的名字 这些年来 她都管我叫皇后 要么是愤怒时 叫我慕容若 若若 还是当初我们还情好时 她对我的亲密称呼 一晃过去了这么多年了 身上的她轻喘着 浮在我身上 没有立即起身 我眼睛发酸 终于还是问出了那句话 玄义 这些年来 你心里 可曾真正有过我 她浑身一僵 抬起身来 在烛光中看我 我看到了她 微湿的鬓角 以及她那双墨黑的眸 我猜不透她眼底的神色 我们相对沉默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是她先一开眼 她起身 也没说什么 胡乱穿了衣裳 就往外走 我勉强起身 靠坐在床檐 看着她的背影 我说 我曾心悦过你 她的步伐 微微一顿 我没有移开目光 继续道 那是在很久很久以前 我们都还很小的时候 你提着我最爱的兔子登笼 说你心悦我 玄义 那时候 我是真的想和你白头到老 可是现在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 说 我不喜欢你了 我已经把你从心里摘出去了 从今以后 我是我 你是你 她转过身来 皱着眉看我 慕容若 你在胡说些什么 她冷声道 你是朕的皇后 只要朕一日不费了你 你便与朕不分你我 怎么 你还想去哪里 我笑 没有 我说 我还能去哪里 我哪也去不了 笑着笑着 眼泪就掉了下来 我也没力气去擦 就让她这样掉啊掉 她不知道什么时候 走到了我跟前 身上是她惯用的 龙咸香味道 她伸手 替我擦了擦眼泪 好了 朕知道 你伤心 她说 朕已命人 厚葬了你父母和兄长 等明日大选结束 朕允许你出宫拜祭 我没有应 她也没有多说 转身离开这里 我一个人在这里靠坐了很久 脑海中不断出现的 是曾经的事情 从我记事起 和父母兄长的种种 还有遇上悬疫之后的种种 最后停留在 我与悬疫大婚那日 那日整个京城都在张灯结彩 她一身红衣 骑着高头大马来迎我 我们拜了天地 结为夫妻 她挑起盖头时 我看到了她满眼的欢喜 那或许是我这一生 最美好的时候 父母兄长疼爱 最爱的人在身侧 什么都有了 那时候蒋阴儿还没有入府 我们中间从未有过第三人 而如今我什么都没有了 呵 眼泪流啊流 最后似乎都流干净了 哦 我吐出一大口血来 然后又是源源不断的 几大口血 我抬起头 最后看到的是中宫御用 代表富贵权柄的层层繁复纹路 可我想要的 从来不是这些 接着 我眼前一黑 失去了意识 皇后宫外 皇帝叫脸旁乌泱泱 跟着一群人 皇上 蒋贵妃宫中来人 说贵妃胎动不安 请皇上过去一趟 皇帝身边的总管太监贾宁说道 让太医过去瞧瞧 皇帝道 哎 奴才明白 贾宁往后摆摆手 立即有人去办 贾宁回过头来 笑道 皇上线下要去哪啊 各宫娘娘都还没歇下呢 皇帝却没有立即回答 偌大的涌向 无一人敢吭声 最后 皇帝回头看了一眼 旁边的皇后殿雨 就在贾宁以为皇帝要落教时 却听到 回明心殿 贾宁在抬头 却看到皇帝 已经收回视线闭目养神 他只能看到一个威严的侧影 是 贾宁当即唱道 明心殿 降念前行 徒留一地夜风萧瑟 次日 秀女殿选 殿上众人已到齐 中宫皇后 却迟迟未到 太后看了皇帝一眼 道 皇帝 皇后为何还未到 皇帝扫了一旁 贾宁一眼 去请 是 贾宁立即差人前去 皇额娘 前皇后 答应儿臣 今日必到 许是有失耽搁了 皇帝道 太后应了一声 众人便继续等 不过一会儿 贾宁拆去的小太监 匆匆返回 皇帝不耐地扫了一眼 何事 小太监来不及向贾宁禀明 立即跪下磕头道 回离皇上 皇后宫门紧闭 奴才敲了宫门好几遍 都没人应 皇帝眉头微皱 显而易见地怒了 他看向一边的贾宁 你 亲自去请 带上侍卫 是 贾宁当即低溜着小太监出去 整个殿上寂静无声 气氛凝重 最后 是太后开了口 皇帝 玄义这才放缓神色 道 许事又闹起来了 多少年了 她这脾气 还是没改 太后不悦地抿抿嘴 哀家听闻前几日 蒋贵妃带人 去皇后宫中闹了一通 可有此事 玄义稍微顿了一顿 道 婴儿说 那日她是去向皇后 禀明怀孕是由 太后没有婴 只看着她 玄义又加一句 她是皇后 今日大选 她应当过来 太后看不下去 她父母兄长刚没了 你要她如何笑脸而来 玄义没有答 太后又道 听说她病了 昨你不是还去瞧了她吗 慕容一族力排众议 扶你上位之势 你可还记得 当初可是你自个儿要娶她的 玄义微微垂下眼 面上却依旧平静无波 她远远看着贾宁匆匆奔来 轻声道 此次大选结束后 朕会常去看她 说着 就见贾宁慌张地跪在地上 她呢 玄义皱眉道 回禀皇上 贾宁的声音中 全是慌乱 皇后娘娘她 皇后娘娘她轰了 玄义猛地站起 四周扑通扑通跪了一地 我再次有意识的时候 感觉有人正拿着帕子 为我擦脸 小姐 奴婢故意封锁了消息 故意不让那狗皇帝知道你已死的消息 现在好了 大选乱成一团 所有人都知道 那狗皇帝逼死了小姐的父母兄长 还逼死了你 哈哈 真是该 是浮云的声音 我想动一动 却发现身体很僵硬 眼皮也张不开 身上冷得厉害 估摸着是假死要起笑了 小姐 奴婢派去偷看的小丫头 看得可真切了 那狗皇帝当真是不可一世 不过不用多久 她就会被天下所唾弃 奴婢 浮云叙叙叨叨地说着 我一下清醒 一下昏厥 最终只是模模糊糊有知觉 突然 一阵喧闹声传来 接着 哐哒 浮云身边的盆子被踢翻 水泼了一地 参见皇上 周遭一片剑里的声音 滚 是她的怒吼声 似乎是浮云被掀翻 我落在了踏上 慕容若 悬疑愤怒的声音传来 我没有应 你给震起来 听到了没有 我的肩膀被扣着 不断摇晃 鼻尖都是龙咸香的味道 我知道 是她 你再不起来 震诸你九族 九族 哼 这些年来 武将示威 我在这宫中 坐着皇后 活的人不忍鬼不鬼 我一直强称 不过是为了家族荣耀 我慕容一族 多是武将 多年征战 许多人早已战死沙场 甚至 如今我父母兄长都死了 家族衰弱 已成必然 他若要驻我九族 那便诛吧 只是 我是病死 不是自枪 是他不让太医来看我 皇后病死宫中 他又已和明目 诛我九族 正想着 他的吏喝声传来 你听到了吗 慕容若 皇上 娘娘已经轰了 您再叫 他也不可能起来 是浮云的声音 闭嘴 悬翼怒斥道 太医 快传太医 接着 又是一阵脚步声 应当是太医来了 身边一阵响动 有人坐在了我身旁 我的一只手 被熟悉的大掌握在手里 怎么这么冷 他不断搓着我的手 似乎如此 我便能与之前一般无二 给皇后看着 若是治不好 真要你们的脑袋 是 然后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把脉 每一个太医把完脉后 悬翼都要问一句 可是所有太医都吞吞吐吐说不出话来 直到最后一个太医 张怨叛 你是宫中医术最高的太医 依你看 皇后她如何 悬翼说道 这 张怨叛 犹犹豫豫豫 但是最后 常常叹了一口气 道 皇上 请节哀 皇后娘娘 已经 轰式多时 如今已然 回天无力 什么叫做 轰式多时 悬翼暴怒的声音传来 四周咚咚咚的 磕头声响起一片 此起彼伏 你说 这是怎么回事 悬翼似乎指着谁暴怒道 回禀皇上 就如同太医们所言 娘娘已于昨日夜里病重吐血 没多久变去了 是浮云的声音 病重吐血 为何不找太医 浮云的声音平静无波 皇上 是您口谕 不让太医 给娘娘诊治的 屋内有一瞬间的安静 大约过去了三溪 悬翼又道 皇后病重 为何不禀报朕 额头触地声传来 接着是浮云的声音 回禀皇上 您还未曾解了 娘娘的禁足 朕只不许她出去 何时不许你出去 回禀皇上 三日前 奴婢冒死出去 请太医被您呵斥后 就再没人敢让工人进出 今日秀女大选 你为何不曾把皇后之事 向朕禀报 回禀皇上 三日前 您曾与娘娘说过 除非娘娘死了 否则就得坐在大选殿上 如今 娘娘遵从您口谕轰事 自是不必出现在殿上 放肆 谁允许你如此与朕说话 来人 拖下去 浮云的声音 依旧平静无波 回禀皇上 奴婢只是如实回禀 未有半分虚假 皇上 皇后娘娘临死前说 奴婢是娘娘身边 剩下的唯一母家之人 让奴婢为娘娘料理身后事 你 我的手被悬翼紧扣着 疼得厉害 屋内 安静地连一根针掉落 都能听到 半晌 悬翼掀翻一旁 暗机上的雾石 叮令光浪地响成一片 滚 是 拂云磕头 然后奉上我三日前 便为此准备好的遗嘱 这是娘娘 为身后事留下的嘱咐 请皇上过目 奴婢告退 一阵兮兮苏苏 众人退出屋外 张怨盼留下 悬翼说道 是 你去株莲外回话 悬翼道 臣尊指 屋内一阵沉默 只剩下株莲碰撞时 发出的轻微声响 几滴泪落在了我的手背 她伸手失去 然后又抚上我的脸 若若 她叫了我的名字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她的声音恢复威严 张怨盼 朕昨日才见过皇后 她那会儿只是瞧着有些憔悴 为何忽然便病重吐血而亡 回禀皇上 方才臣已细细观察 发现皇后娘娘此症状 与之前微臣在医书上看到的一症状相似 张怨盼道 此病是长久五内欲结 心血虚耗累积而成 会于病发前三日出现吐血之症 若是不能及时医治 疾病发作 三日后便会不治而亡 张怨盼顿了一顿 又道 皇上 有一事 臣不知当不当说 你说 张怨盼磕了个头 道 方才在来的路上 微臣听说 三日前浮云姑娘去太医院找太医 便是说皇后娘娘吐血了 若是当时能及时发现 并且好好医治 或许 张怨盼没有说下去 大意明了 悬翼没有说话 只是握着我的手 微微发紧 半晌 她道 退下吧 微臣告退 张怨盼离开后 悬翼一个人沉默了许久 最后把我拥入怀中 似乎很伤心的模样 我不明白她在干什么 自我嫁给她至今日 已有十三载 其中大半十日 她对我不理不睬 任人作俭 如今又是如何 我张不开眼 看不清她此刻的神色 只觉得她此番作为 在我看来 极其可笑 弱弱 她不断念着我的名字 都是我的错 她说 这是自她登基以来 第一次在我面前如此自称 我以为 你只是在和我闹脾气 不想再选人入宫 那时我想 你父兄已死 今后再无母家扶持 往后数十载以皇后身份 在宫中 必定如履薄冰 我不想你犯错 却又盼着你犯错 弱弱 这些年来 你我之间 除了君臣之礼 似乎再无其他 我忌惮慕容一族 是我亏待了你 我本想 今后你父兄 不能再互助你 那你便是 独属于我的弱弱 我本想 她抱得很用力 似乎想要将我 揉进她的身体里 可我心中只剩七处 慕容一族 对她忠心耿耿 这些年的征战流血 难道还不足以表明一切 是她看不到 还是她不愿看到 我父兄不在 母亲是去 难道我这个 向来无宠的皇后 就能在宫中安然度日 她如今抱着我说这些 是当真有着难以两全的缘由 还是只是她 为了顾全自己的名声 所做的戏 呵 就算她是真心的 我也不要 我的心早就冷了 若若 她说了很多 用力拥着我 失忆不断落在我的肩上 背上 随后 一阵细碎的声音传来 那是纸张打开的声音 她似乎看了一阵 随即暴怒地撕碎了那些纸张 我知道她为何暴怒 因为我已写明 我不想再见到她 也不想再当这个皇后 所以 希望她能让我葬在父母坟旁 让我在死后 魂魄得以安宁 其他一应是由 由我的贴身侍女 浮云主持 这是我为偷天换日 所做的准备之一 与我而言 若是她还能念及我的息迹 同意了 到时候 浮云主持我的丧仪 便能轻松 将我的尸身换走 若是不同意 那也罢了 只能希望 之后接应的人 能把我的尸身偷走 若是偷不走 那便也罢了 只是这却激怒了她 让浮云主持你的丧仪 想离朕远远的 慕容若 你休想 你生事朕的人 死也别想逃 她不知道掀翻了什么 周遭乒乓作响 皇上 皇上您怎么了 皇上奴才进来了 贾宁的声音传来 滚 磕磕 哎哟 皇上 皇上您怎么吐血了 贾宁慌张的叫声传来 太医 快传太医 一阵兵荒马乱 可她却依旧死死扣着我的尸身 不肯放手 皇上这是悲愤攻心 需仔细调养 张怨叛的声音传来 微臣这就去开方子 哎哟 皇上 您可是把奴才吓坏了 若是您有个不测 贾宁不断在一边叙道 皇上 太医说了 您需要仔细调养 皇后娘娘已经轰事 如今您再留在这儿也不便 不如先回明心殿 可是玄义只是沉默 皇上 您这样也不是个事啊 天下大事可都还需要您 您可不能这样消沉下去啊 贾宁再劝 皇 滚 贾宁还想说什么 却被玄义呵斥 于是只能站在门边 娘娘活着的时候 您不闻不问 如今人都没了 皇上您这眼着给谁看呢 浮云的声音淡淡传来 你别以为朕不敢杀你 玄义说道 浮云已额触地 皇上想杀便杀吧 反正奴婢是娘娘身边 剩下唯一亲近之人 杀了奴婢 正好让天下人看看 皇上是如何赶尽杀绝 放肆 浮云扶地不起 奴婢不敢 浮云继续道 娘娘临终的主妇 想必皇上已经看过了 娘娘在皇上身边十三载 为皇上调度后妃 料理宫中大小琐事 还曾和皇上有过一个孩子 十三年来 从未有过半点错漏 如今落得这般下场 又能怪谁 你是在怪朕 奴婢不敢 浮云不卑不亢 奴婢只盼皇上 大发慈悲放过娘娘 许娘娘失身回归本家 让娘娘在九泉之下 得以安宁 玄义又沉默了 浮云也没有再说 只是伏地不起 等她一个答复 她是朕的许久 她只说了这一句 这一日 有许多人来找过她 秀女大选之事 被搅得一团糟 皇帝不出面 皇后轰事 此事震动朝野 大选如何还能继续 于是只能拖延 蒋婴儿想要过来探望 却被浮云堵在外边 皇后娘娘听到您的声音 都能醒来吐呢 您还是不要凑上去恶心人了 浮云如是道 蒋婴儿气得要让人打浮云 却被悬疫的人制止 蒋婴儿在宫外大叫 皇上 皇上您看 皇后娘娘身边 一个小小奴婢 便敢对臣妾登鼻子上脸 却被浮云堵了回去 哎哟 蒋贵妃 娘娘在时奴婢可不会这样 如今是奴婢性情大变 不是皇后娘娘的错 贵妃可不要随意攀咬 我的肚子 不等蒋婴儿继续哭 浮云又对 对了 贵妃娘娘 前两日皇后娘娘病重 宫门都已落索 贵妃娘娘以有孕为由 不管不顾 领着乌泱泱一众嫔妃来示威 加重了娘娘病情 如此顶撞国母 戕害皇后 又该当何罪 皇上 蒋婴儿最后只婴婴哭泣 一个劲儿叫悬疫 大吵大闹 当真是令人烦躁 最后是贾宁传了皇帝口语 蒋贵妃对皇后大不敬 念在其怀孕份上 掌嘴五十 进足宫中 非诏不得出 蒋婴儿是被拖走的 一路哭着被拖走 可没人为她说过半句话 蒋婴儿被拖走以后 太后过来了 太后只摇摇头 叹了一句早知如此 你又何必当初 便离开了 再往后便没有什么人 敢再过来 大约是太后那边发了话 直到夜里 浮云的声音才再一次传来 皇上 请您让奴婢为皇后娘娘擦洗 娘娘喜欢干净 您再这样抱着娘娘 会让娘娘不高兴的 你放着便是 她说 把浮云打发出去 之后 她把我放下 亲自为我擦洗 恍惚之间 让我以为 又回到了许多年前 当初的她 还不是如今的圣上 当初我们也曾不分彼此 只是我们都已回不去 玄义陪在我身边三日 寸步不离 不眠不休 滴水未尽 第二日的时候 蒋婴儿那边传来消息 她在挨了五十巴掌后 又大哭大闹 孩子竟然就这样没了 孩子没了以后 她又闹了许久 一遍遍让人来我宫中请玄义 可是得到的只有冷漠 甚至到了最后 直接把玄义气得又吐了血 这下太后发话了 把蒋婴儿的贵妃之位削了 蒋伟答应 再不许她的消息 传到皇帝耳边 这一切事情都透露出蹊跷 浮云向来是我身边得力之人 我的心中有了些许猜测 不过这些都不算什么事 就算浮云做了什么 蒋婴儿都算不得冤 毕竟 当初我父中孩儿便是被她所害 第三日午时 无数大臣齐齐跪在宫门外 他们常跪不起 让皇帝不要为了我 不顾身体 不顾朝政 不顾整个天下 可是他们的请求 并没有任何作用 玄义依旧在我身边 而我 我只觉得可笑至极 浮云在第三日午后 便开始常跪不起 到了后来 甚至不断磕头 磕一个头说一句 求皇上可怜娘娘 让娘娘失身回归本家 整个皇后宫中 都回响着她 咚咚的磕头声 我不管玄义如何 不管这宫中 这天下如何 我只心疼浮云 我还是隔中姑娘时 她便是我身边的小丫头 我嫁入王府 她也跟在我身边 伺候我 后来又一同入了宫 是我身边 一等一的得力姑姑 我们不是姐妹 却胜似姐妹 这么长的年岁里 长夜寂寂 浮云一直陪在我身边 她比玄义更重要 如今听着她为我磕头求情 我的心中不是滋味 却无能为力 内心煎熬 到了后来 我连煎熬的滋味 也感觉不到了 三日前 我与浮云做了许多准备 唯独没算到的是 玄义会一直守在我的尸身旁 片刻不离 如此 再多的准备也无济于事 意识渐渐涣散 我或许真的要死了 我死了不妨是 可是浮云怎么办呢 我似乎在黑暗中 漂浮了许久 忽然 小姐 小姐醒醒 小姐你醒醒啊 无 似乎有谁在叫我 我用尽全身力气张开眼 然后就看到了 额头满是鲜血 哭得一塌糊涂的浮云 我张张嘴 想要叫她的名字 可却发不出声来 小姐你醒了 还好 她抱着我痛哭起来 晚了一日 小姐 我还以为 我伸手拍拍她的背 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声音 没事了 我沙哑道 这不是好好的吗 浮云 谢谢你 她松开我 看着我的眼 擦掉脸上的泪 用力点头 小姐 我们回家了 她又哭又笑地说 我笑 是 我们回家了 她把我从棺材中扶出来 可我已经撑不住 一个猎切 又咳出一口血来 小姐 浮云立即扶我坐下 然后又找了人 把我抬到一边的内室中 那是李友信得过的大夫 她立即过来 替我诊脉 我看了看附近 一时之间 没认出这是哪儿 还是浮云把 后来发生的事告诉了我 当初 玄义一直不肯走 不管浮云 如何求都不行 那时 她很着急 联络了哥哥的人 准备强攻 正在那个时候 太后来了 命人打晕了 玄义带走 太后怜悯浮云 同意浮云带我回来 太后一走 浮云便把解药塞入我口中 可是还是距离 原定时间晚了几个时辰 后来我迟迟不行 把浮云吓坏了 没事 只是有些虚弱罢了 浮云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我安慰她道 浮云只握着我的手 不说话 半上 她问一边的大夫 陈大夫 我家小姐怎么样了 陈大夫看看她 又看看我 然后 常常叹了一口气 陈大夫 浮云一下紧张起来 老夫便直说了 陈大夫道 小姐在服用药物之前 便积劳成疾 未曾调养好身体 服用药物之后 听之认之 更是损耗巨大 加之晚了几个时辰 如今虽然瞧着 只是有些虚弱 可是陈大夫看了我一眼 到 十日不多 怎么会 浮云的泪一下就掉下来了 又要磕头 陈大夫 你与我们慕容家 世代世交 求求你 救救我家小姐 我立即 服住浮云 浮云 罢了 不要为难 陈大夫了 我自己的身体 自己明白 在服用假死药之前 我便已经咳血 如今又能好到哪里去 陈大夫 我还有多少时日 我问 陈大夫道 尽老夫毕生所学 只能保小姐活命三年 我笑着点头 够了 这三年 都是我偷来的 老夫先去开方子了 陈大夫先提着药箱离开了 我看着身边泪流不止的浮云 伸手抚摸她的脑袋 疼吗 我看着她包扎过后 依旧渗出鲜血的额头 她摇头道 小姐 浮云不疼 我刚想说什么 忽然 外面一阵喧闹声传来 她在哪里 朕何时允许她离宫了 没有朕的旨意 谁敢带她走 棺材 不在棺材里 若若 是悬意的声音 糟糕 她怎么醒了 追来了 浮云立即把我扶起来 小姐 快来这边暗道 我点点头 赶紧强撑着 跟浮云往暗道那边去 可是还没走进暗道 砰 暗室的门就被人踢开 一脸愤怒的悬意 出现在我的面前 她苍白的脸上 还残留着怒意 下一瞬间 就被惊恶代替 若若 她快不走来 一把扣住我的手腕 若若 你还没死 我竟然从她的眼里 看到了惊喜 你放手 我奋力挣扎 旁边的浮云 也用力掰她的手 你可知 我不知道 我心中又急又怒 好不容易逃出来了 现在竟然又被她撞上 急怒攻心 猴头一阵兴田 一口血吐在她身上 若若 她看上去很焦急 我闭上眼 平复了一下 眼前的晕眩 我说 玄义 一切如同你所见 我还活着 可是我不想再回宫了 你就当我死了吧 凭什么 她双眼赤红 死死攥着我的手腕 无论如何都不肯放手 你是朕的皇后 本该待在朕身边 我不是 我平静看着她 慕容若已经死了 我不是她 你是 我不是 你看清楚了 我不是她 如果你需要一个理由 那么 我看看附近 伸手拿了旁边的一把匕首 没有任何犹豫 一下刺入她的心口 我抬头 看着她赤红的眼 一字一句道 慕容若爱你入骨 她是你的皇后 慕容一族是你的忠诚将士 他们永远为你效忠 而我 我很狠心 看着她平静道 我只是一个能手起刀落 斩了你的乱臣贼子 若是皇上想 现在也可以刺客之名杀了我 她双唇紧敏 伸手握住我握刀的手 若是你想 她握着我的手把匕首抽出来 然后再一次扎入她的心口 若是多扎几刀 便能让你回到我身边 那不用你动手 我亲自来 她的双眼红得厉害 眉头紧皱 墨黑的桶中是我的倒影 温热的血四溅 龙咸香和血腥味混在一起 她垂眸看着我 对我说 若若是我错了 回到我身边好吗 只要你回来 我什么都答应你 我看着她这模样 若是曾经的慕容若 或许此刻会心软 可我早已不是 当初那个一心一意 只有她的女子 我早就把她 从心中摘了出去 她如何 与我无关 还未等我开口 一边的浮云已经跪下 咚咚磕头 皇上 一切都是奴婢的错 要杀药寡让奴婢来承担 求求皇上放小姐走吧 浮云之前才包扎了的额头 如今再一次渗血 我想去扶她 可是被悬翼拽着 根本过不去 只能着急到 浮云快起来 可是浮云却不听我的 她继续咚咚咚磕头 一边磕头一边说 皇上 小姐只有三年可活了 小姐苦了一辈子 求皇上让小姐 好好度过最后这三年吧 方才还紧紧握着我的手 忽然一松 我趁机挣脱出来 匕首也应声落地 鲜血似箭 我当即要把浮云浮起来 可是她根本不管我 一直浮在地上 她说的是不是真的 半嗓 悬翼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我没有回头 知道 你也可让我今日变死 如今便躺在外面的棺材里 钉棺下葬 若若 你当真如此绝情 她的声音中带着些许哽咽 我没有应答 十三年 我已给过她太多次机会 这一次 我不会回头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脚步声逐渐远去 哎呦皇上 皇上您怎么流了这么多血 太医 快传太医 贾宁的大叫声传来 贾宁 和上棺材 带皇后回宫 是悬翼的声音 可是皇上 这棺材 是空的呀 贾宁无措道 大约过了三溪 她继续道 哎 奴才知道了 随着棺材 和上的声响传来 贾宁张罗了人 把我的空关往外抬 回宫 是 贾宁长声唱道 皇上回 公字还没唱出来 落地声传来 贾宁便慌乱大叫 哎呦皇上 皇上晕倒了 快叫太医呀 最后 玄义还是放了手 世人都说 帝后情深 说皇后因为父兄战死沙场 而伤心暴毙后 当今圣上不吃不喝 寸步不离 守在皇后身边多日 甚至想要挥刀自尽 随皇后而去 还好被身边的总管太监发现 及时救治 才捡回了一条命 命虽然是捡回来了 圣上却有了心口疼痛之症 后来 还在伤病未好的情况下 亲自主持皇后丧仪 伤病多次反复 经常吐血 有一次答应蒋氏 去处了皇帝眉头 被仗则三十 打入冷宫 听到这一切的时候 我已和浮云 乘船顺流而下 来到江南 人生最后三年 我打算在这个 山清水秀之地 安然度过 虽然江南百姓 常称赞地厚情深 可那与我已经是很遥远的事了 我与浮云就只是江南寻常 一处茶馆的掌柜 我俩都是掌柜 我与浮云早就没有主仆之分 我们春日赏雨 夏日听河 秋日看金黄落叶翩翩而下 冬日围炉赏雪 如此一晃三年 我的身体逐日衰败 那一日午后 我看着身边双眼通红的浮云 伸手擦擦她脸上的泪 别哭 这三年 我很开心 她勉强挤出来一个笑 用力点头 我看看外面的金色耀阳 眼前忽然浮现 儿时父母在身边 哥哥牵着我最爱的那匹小白马 走向我的场景 爹娘 哥哥 我来了 小姐 耳旁是浮云撕心裂肺的叫喊 我逐渐堕入黑暗 失去意识前 我感觉到了一抹温热 有人浮在我的膝上 然后是浮云温润的声音 浮云陪小姐一起 如此也好 我们会在另外一方天地重新团聚 我们下期见 氧